Hello 大家好, 最近在網上找到這個和環保有關的APP 可以幫助環保減炭之餘, 還可以儲回收積分換禮物 見到這麼有趣, 就和大家分享下我的使用經歷 這個叫Carbon Wallet的APP裡面有一系列減炭任務給大家定期這樣做 例如你可以在家或公司附近找一些回收點去回收垃圾 用這個APP登記了, 就可以賺一定程度的積分去換禮物 究竟實情是怎樣呢? 現在和大家試一下 首先, 在地圖上找一下附近的回收點 我發現附近都幾多地方可以回收廢物 例如我們今天路過土瓜環, 就找到一間六在區區的回收便利站 來到這裡門口, 我就開了個APP, 按那個綠色的相機鍵 去登記我的減炭活動了 資料顯示, 我要拍清楚我在哪裡回收我的垃圾和回收物 例如我今次就拍下了一袋20個膠樽 接著就在畫面裡面選回我的回收物類型和回收數量 最後呢, 再按右下角那個綠色的墊咀, 再按確認 就完成了我的登記程序了 登記完成之後, 就將回收物放入回收箱, 搞定了 另外, 我也都試過在街邊的環保署資源回收桶去登記我的活動 同樣道理都是在垃圾桶前面拍張照 之後再登記需要回收的膠樽, 再按確認 跟著就完成了, 都算是很方便 除了回收垃圾之外, 我也都試過它的暴行賺取減炭積分活動 每星期只要走到44公里, 就會開始計算環保積分 例如走到44公里就可以賺到230分 之後每公里就額外6分 我發覺積分都計算得很快 通常在下一個中作天, 積分就會入到APP裡面 積分紀錄可以在APP裡面的減碳日子檢查 APP裡面也有個減碳目標 只要一星期內減到500克的碳, 就會額外賺多250分 如果可以突破到上個星期的減碳目標 就會另外賺多100分 儲夠一定程度的積分之後 是時候試試它的禮品換頂程序 我用了大約3個星期時間, 儲夠大約2500分 我就在APP裡面寫著獎賞 那個位置, 看看有什麼獎品可以換 我選了一塊磨砂手工番茄, 用了2000分就可以換到 按完右下角的橙色盒之後 它就說兌換程序完成了 之後在APP裡面的我的優惠卷, 選擇使用優惠卷 就得到一個領取代碼 之後在Google Form裡面填多其他資料就完成了換領的手續了 之後我就很快收到一個E-mail, 我在10個工作頁內禮物就會送到來的了 之後我就很快收到一個E-mail, 我在10個工作頁內禮物就會送到來的了 除了這塊手工番茄之外, 我發覺都有不少禮物可以換 例如1600分可以換五片裝的屍掛狼 3000分可以換取可重用的魚傘袋 4000分可以換不鏽鋼的餐具套裝 1萬分就可以換迷你菜中席套裝了 到了收禮物的日子了 今次我們試試用順風櫃去收我們的環保禮物 填好表之後的3天已經拿到了, 效率真的非常高 拆開包裹之後就見到我的環保番茄了 原來50克也不算太小, 聞一下番茄也挺香 還有一點點咖啡味 用這塊番茄洗澡和洗手都發覺挺舒服 聽聞咖啡渣還可以辟味 總括來說, 我都滿意這次收到的禮物 這次是一個很正面的經驗 成功吸引到我去繼續儲這個環保積分 去換更多的禮物 希望今次分享的資料都會幫到你們 可以為這個世界盡一分環保的力之餘 又可以令到自己得益 有興趣裝這個APP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影片下面的Info Box 裡面有條link和我的推薦碼 你用它來裝這個APP的話 你就可以硬位賺多50分 最後順帶一提 就算參加這個Carbon Wallet積分計劃 去到陸在區區的回收點回收垃圾的時候 同時間亦都可以用66常卡賺環保處的66常積分 這兩個計劃可以同一個時間進行 完全是沒有抵觸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片尾的link 進去看相關的影片 形式下這個計劃 本影片並非廣告 全屬個人視頻分享 由於積分兌換計劃時有改動 時次分享的細節可能與最新的安排有差異 如細節上有錯漏,敬請見諒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CLS三部曲 給個comment和like 順便分享這段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可以按鈴鐺搶先看 下一集見,拜拜 拜拜